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距离美国放风,考虑定期判身舰,经过台湾海峡更买医院,美国两艘伯克及驱逐舰于7月7日上午通过台湾海峡。 中国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7日报道称,美国两艘军机DDG89及DDG65上午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,向东北航行,岛内声称,在美舰航行期间,台军全程掌握相关情况,岛内还表示,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,加努力维持两岸现状,DDG65本伏德号与DDG89马斯廷号驱逐舰, 据随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,美媒披露,2018年3月间,马斯廷号驱逐舰,在中国南海海域,实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,进入中国南沙群岛美济交12海里范围, 本伏德号驱逐舰,曾在2016年,对中国青岛进行国武舰的访问,事实上,这并不是美国军舰,今年来首度航行台湾海峡,但却是岛内首都主动证实。 2007年,美国小英号航母曾穿越台湾海峡,2017年7月,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,沿台湾海峡西线飞反,美国海军驱逐舰也跟随进入。 7月8日,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布朗证实,两艘美国海军军舰,于当地时间7日,与8月例行航行,航经台湾海峡国际水域。 他指出,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,在南海与东海之间,航行已经行之有年,美国在台协会,AIT,处照媒舰华术之前声称, 美国所制定的自由航行宣示做法,主要是向区域内一些国家表态,只要在国际法允许范围,都会进行飞行或航行,可以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。 对于美军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,岛内露营人士声称,以前从没有台湾防务部门主动公布,美国军舰行经台湾海峡的消息,岛内首次披露,肯定是有受益。 去逐渐通过台湾海峡,容易传递出美国支持台湾地区的印象,解放军空6K绕台巡航。 下方飞蓝与道内学者表示,虽然台湾海峡是公海,美国军舰有无害通过的权利,但在美国宣称在亚太地区推进指向性明显的航行自由,目的显然并不单纯。 况且在中美关系趋劲的大背景下,美国选择在7月7日敏感时间进行挑衅,再次打出台晚派,势必引起台海紧张,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视而不见。 两周前,中国海军052飞行驱逐舰济南舰与054A护卫舰黄钢舰组成的训练编队,绕台航行前后,持续时间长待一星期以上。 自6月17日启航以来,编队先后航进台东海峡、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峡等海峡水道,与海军水面舰艇、航空兵、安防等兵力在多个海市展开时战化训练。 解放军海军编队由恒家与附近,与台湾东部海域南下,然后由巴士海峡向西,在台湾到西南外海城时间停留训练,此次顺时针绕台。 中国海军052森神顿舰特,已在台湾的防御力量薄弱的东岸,进行针对性训练。 有意思的是,在整个训练过程中,岛内防务部门假装看不见,直至训练便对反车才发布消息,对于美军两艘区逐渐连续两日通过台湾海峡。 环球时报援引军事专家话语称,美国在事先通过媒体高调报道,故意渲染紧张局势, 向台湾地区发出信号,不要怕,不要慌,但此举象征意义更大。 针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,解放军肯定是进行了全程监控,掌握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访 jobbed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